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晨光穿着纯白衬衫 身形看上去比以前鲜瘦不少 衬衫袖馆看上去有些空荡 面部也看上去有点苍老 跟观众们心中以往的形象比起来憔悴了不少 据悉 当时陈美凤 彭多拉斯正在近棚拍摄名师黄金岁月 那是一场病房戏 一名戴着棒球帽戴口罩的男子悄悄来到摄影棚 对着最美欧巴桑好美也失忆 红多拉斯斜眼一看突然大叫 是一大明星将一关了 原来是好久不见的张晨光 陈美凤惊喜晚分 立刻上前给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最后见到老朋友的导播也很兴奋 现场直接停机十分钟 让大家新拍合照 张晨光常年在大陆拍戏 2021年曾因受邀上直播卖酒造网友攻击 一度在直播中委屈落泪 当时好友陈美凤也在社交平台发声为她暴躯 这回张晨光惊喜谈判 陈美凤笑言 因棚内灯光关系你开始还没认出 到时宏多拉斯看到男子有如如懒乎的耳垂 才发现真的是张晨光 后来陈美凤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投出好友惊喜 鲜身影片 立刻吸引不少粉丝留言 想看二人合体演出 大明星遇上巨星 直呼二人是梦幻总盒 宏多拉斯笑说 原本想借机要张晨光加入剧中的偶像F4 但又担心团体不够红 只好先合影纪念 再请陈美凤去邀请 但一向口碑与人缘获嫁的张晨光却曾被张晨在康熙来了爆料 和某位凶大女演员合作时故意加戏开游 在那期康熙来了播出后 张晨过足了大嘴巴的眼 苦得却是在片场被媒体们生情的张晨光 她否认了张晨的爆料 好在当时观众还是比较相信自己对张晨光的了解和判断 一时之间八卦传得沸沸扬扬 但这也是有原因的 据说张晨光和老婆谢美慧成年两地分居 难免令人瞎想 再加上张晨光曾经在《辣骂正传》中 演过差点出轨的中年大叔 观众也开始寻思 难道他人戏不分了吗 而在谢美慧之前 其实张晨光还有一段沉迷的婚姻 关于前妻的身份 张晨光一直把保密工作贯彻到底 坊间曾经一度流传 这位前妻时当年宏记一时的穷妖女郎岳灵 不过从时间线上来看 这个说法不太实际 因为岳灵出道的时候 张晨光已经赞和谢美慧谈恋爱了 和前妻因为性格不可分开后 张晨光在聚会上认识了富家小姐谢美慧 谢美慧是个标准白富美 家世好 学历高 从来不缺追求者 而张晨光只是一个演员 他能追到谢美慧 全靠一股弃而不舍的劲 他连续四年给谢美慧送玫瑰花 以最苦俗的方式打动了谢美慧 起初 谢美慧的家人 对身处娱乐圈大人刚的张晨光并放心 张晨光便索性将自己名下的车子 房子全部转给谢美慧 让他可以有足够的安全感 当谢美慧被查出可能不能生育时 张晨光对他的爱还是一如既往未曾改变 幸运的是 后来夫妻俩还是通过试管的方式 游了两个帅气的儿子 2020年 张晨光罕见地在流尽岁月中 饰演了一个扩散的生意人 最好笑的是 有网友评论说 想要张晨光的二维码 因为见不得他眼穷人 不过张晨光虽然看起来贵气十足 但他的原生家庭 实际上也没有那么优越 这也就造就了张晨光努力上线的性格 祖籍山东为访的他 当年为了能说一口流利的闽南语 直接把自己逼出了抑郁症 好在有妻子的陪伴 他才能从痛苦中放过来 黄天不顾有心人 1999年 张晨光接拍了人生中的第一部闽南语电视剧 乞丐狼军千金女成功翻红 再度跻身一线男演员航令 2004年 张晨光又收入一座师弟奖杯 但这时的张晨光有了不一样的想法 他说 台湾常有长寿剧 迷拍就是两三年 会有厌倦感 台湾只有2300万人口 而大陆有十几亿 发展空间大 有观众才有演戏的成就感 有人当演员不过是为了发家致富 而张晨光为了演戏的成就感 宁愿放弃打好的江山 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内地从头开始 起初张晨光也曾经受挫 甚至谋生了回岛内安分过日子的想法 转折却在2007年不期而遇 这一年奋斗火遍大江南北 日后搅动内娱江湖的文章 李小璐 马依丽等人 都是从这里面走出来的 而饰演男主角爸爸许志森的张晨光 从此也在内地观众心目中 坐稳了有钱爸爸专业户的宝座 奋斗像是一记定星丸 让张晨光打定主意要留在内地发展 后来张晨光凭着精湛演技 在大陆戏约一步接一步 近期从那年花开月正远到都市局都挺好 都能看见他的身影 外传张晨光如今身价高达每级22.5万台币 不过为此他也付出了代价 被迫和老婆儿子分隔两地 还有相关媒体报道 舆论圈前的时间爆出张晨光疑似在大陆报二奶 甚至还被抓包的消息 外传 事发后张晨光急着回加拿大安抚老婆和孩子 对此张晨光受访时仅轻描淡写回应 我有必要为了买牛奶而养一头牛吗 言外之意是在成亲根本没有闹家庭革命 秉称他们一个比一个厉害 我这点钱满足不了他们 众所周知 张晨光的负面八卦都已经被证实是自虚无有了 即便谈不上得意双心 也是个有原则的人 倪平曾经爆料过 张晨光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 在一次综艺节目中 倪平到张晨光家里做客 竟然发现冰箱里还有一块九四年的血鱼 而张晨光说很贵舍不得扔 色泽还好也许还能吃 记得倪平转头就要走 说药费比血鱼还要贵 他的冰箱里非常家常 存机着自家做的辣酱 冰箱里没有安贵的食材 和普通家庭的饮食习惯 没什么两样 还有各种外面打包回来的饭菜 一看就是非常节俭的人 张晨光的资产已经过亿 所有的片酬依然给妻子管理 如今两个儿子都在留学 他和妻子恩爱且健康 生活上应该没有什么压力 但张晨光已经养成了节俭的生活习惯 从来不要花钱 除了一人定期给妻子送礼物 前段时间 张晨光也开始尝试近期风头正盛的直播行业 但却因卖的酒 被消费者指质量不佳有贵 引来网友绩效 晚节不保 各种酸言酸语让他泪洒现场 没想到劳累纵横一幕反应来更多掌声 不但跃升微博热搜第一名 抖音粉丝也从100多万突破300万 对时下流行的直播带货转件方式 张晨光坦言一开始心里的确很挣扎 毕竟是自己不了解的产业 必须慎重以待 被工作人员游说后 便在没有酬劳直分润的情况下 首次尝试跨界 四个小时下来 虽卖出不少茅台酒 但也出现了各种批评 让张晨光哭着说 非常难过 从越几十年来一直兢兢业业 最后逼得他一边擦泪 一边鞠躬道歉 很快地心疼张晨光这个词 立刻出现在惹搜网 不少粉丝甚至是媒体 都出面帮张晨光说话 评论区也一面倒谴责攻击他的人 有网友回忆 善良一点吧 人家演技很好 我真的受不了年龄大的人哭 心一下就酸了 潘子为什么不好好上班 跑到直播间当粉丝 就连张晨光旁边的女主持人 也被波及 只他看见张晨光哭 视若无睹 自己却笑颜如花 虽然不少人受验张晨光 让他的平台粉丝数 也涨了三倍之多 但他事后依旧跟工作人员好好检讨了一番 老师 产品被网友质疑 希望未来在商品上要好好把握 他本人也会利用拍戏空档 学习不同的产业 而张晨光在累撒直播间后 便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抠出与业运同大为白百合的合照 更写着 奋斗了15年 今晚终于碰到了失散15年的儿子 有多少个女儿 这份言辞让他再度上热搜 因为十几年前 张晨光在奋斗中 扮演同大为的父亲 粉丝热烈期盼 两人在心系 我们的婚姻合作 事实上 几乎成爸爸专业乎的张晨光 2022年 光是带播的戏剧 就多达13部 他受访时曾说 以我这样的年纪 能够吸引广大粉丝要欺负 正所谓人在越高的时候 腰杆就要越低 保持谦卑的态度 从中看来 他的正向态度与演技 也难怪会有粉丝 群起为之撑腰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 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